大家好 土菜土做的真果 我今天呢 因为现在夏天特别热 然后我今天主要是想多做几个几个凉菜 那现在我要准备做土豆沙拉 还有凉麦鸡丝 今天的早午餐呢 就主要是以凉菜为主 现在我把这个土豆的切滚刀 先把它开去把它煮熟 好 现在切好了 现在就拿去开水里面去煮个五分钟 五到八分钟 好 这个煮土豆的过程 我就把鸡肉拿起来 这个鸡肉是我放到这个酸的里面 罐里面放到冰箱放到三天了 因为当时一下子又不想动 然后又马上不能吃完 所以就放到这个里面 现在把它取一两块出来 把它洗一下 要把它煮熟 先煮土豆 土豆煮好了 把土豆捞出来以后 再煮鸡肉 这样子这个水就不会浪费掉 重新换水 好 你看这个肉了 我就取出来洗了 洗了你看 放了三天的这个鸡肉呢 还是很新鲜的 把那个酸奶取掉以后 还是很新鲜 而且这样用酸奶腌过的这个肉呢 腌鱼也好 腌肉也好 它会更嫩一些 把这个土豆煮好了 捞起来 这个土豆想吃软的呢 就可以多煮一会儿 自己试着 想吃硬一点呢 脆一点就可以时间短一点 因为这个汤呢 现在我是已经 水里面我就放了盐的 这个 就把这个鸡肉放进去 好 鸡肉我煮了三分钟 又焖了五分钟 捞起来 放到凉水里面 现在把这个 准备这个 虎豆的这个 酱料部分 这是软质 白芝士 很软的白芝士 切一小块出来 一点就行 好 这个芝士要素 这个芝士特别好吃 这种软芝士 就沙拉 就这样白芝士挺好吃的 本身有点咸 似乎可以另外不加盐 现在放这个 酸奶 这个奶皮 含有量是比较高的 原来这样一盒才四五块 现在要 差不多三四里了 大蒜 蛋黄酱 黄芥姜 然后再切碎 把这个 石漏切碎 把橄榄油放进去 现在开始来做鸡的部分 手撕鸡 好 好 这洋葱 鸡肉 洋葱 小葱 这个小葱 也不是小葱 小葱也比较大的 切大块 切柴子 OK 都放了 这个生葱 放鱼露 芝麻油 辣椒油 辣椒油 多放点 芝麻 炒酸的芝麻最会点 黑胡椒 黑胡椒 柠檬汁 擠到柠檬汁进去 不中不土 这个凉拌手丝鸡就做好了 还有土豆沙拉 中土结合的这个前菜 开胃菜 早上的开胃菜